主持人 主持人 面子這個東西應該是日本人發明的 但是AV 真的 我跟同意真的 但是其實我的故事也是有一個美國人 就是杜利嘛 其實我覺得美國人也很愛面子 像杜利他很會唱歌嘛 大家都知道 他雖然他唱歌那麼好聽 我覺得隨便唱歌也應該會吧 但是他卻很不喜歡 就是突然被Cue 比如說在節目上如果一個人說 杜利你可不可以唱幾行 我有一首歌 他就變得很緊張 你們沒有先跟我講 他就會跟我講 邵翔你覺得他們這樣很不對啊 我不能隨便唱啊 我怕會很不好聽啊 我沒有練這首歌 我會Key不對啊 而且他們應該要多給我一點錢 他們沒有先跟我講 這個你講到重點 他是因為他這樣子在節目上就沒有多的錢可以賺 他騙大家推唱的演唱會才可以 你知道嗎 對啊 他就覺得很不應該 但是我自己唱 隨便唱的時候 你隨便唱 少俠你唱得好難聽喔 因為你不會唱歌啊 所以你隨便唱也沒關係啊 對不對 那會唱歌的人就不敢這樣子 一定要先 要求比較高 對啊 要求會比較高 如果不能那麼愛面子 也不用怕別人笑一下嘛 其實也不是怕別人笑 因為如果你是歌手 你看你們去KTV 他們一定很不喜歡唱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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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